我叫姚盛,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移民教师。 2018年7月到2020年8月, 我受教育部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委派 到云南省大理白兔自治州赫金县挂职副县长, 主要承担教育扶贫的工作。 2020年年末,我曾计划回访赫金县, 但因为疫情的原因,我没有成行。 现在疫情防控情况良好,我想回去看看。 2018年9月,赫金县成功脱贫摘贸。 全县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而且赫金县是传统的文献民邦, 对教育特别的忠实。 学校也是农村地区最好的建筑物。 全县一共有132所中小学。 我到赫金县挂职之后,通过将近八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每一个学校。 在这之前,他们的健康的教育实际上还是存在着短板的。 这是客观条件所限制的。 那么我想我能够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比如说全面地改善他们的浴室,改善他们的厕所, 让孩子们能够在吃饭之前,上完厕所之后,能够充分地洗手,能够保证他们的卫生条件。 50多个浴室建完了,这个疫情一来,真的派上大用餐。 疫情突如其来,这个并不是我最先所能够预想到的。 但是它却为我们赫金县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欣慰的地方。 洗干净了没有? 老师再检查一下。 好,很棒。 教育负贫绝对不仅仅是说数字上的负贫。 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的对象, 我们未来发展的目标要倾注到现在的中小学的学生身上。 想考大学吗? 要考了。 想考什么样的大学? 我想考个青黄飞大。 大学毕业之后,愿意回到鹤县来建设家乡吗? 愿意。 这批学生现在是脱平空间的工作对象。 但是他们自身也是未来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和建设者。 从脱平空间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告一段落了。 但是从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养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的教育工作也是需要一天一天的积累,需要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断的努力。 这个就是爱国卫生七个端项行动,请洗手吗? 西部洗手法,还有洗手液都要配备教学人的洗手,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我们学校进了浴室之后,大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学生。 人家看着脏了,提醒他去洗个澡。 然后上完厕所洗个手,就是顺其自然的,个人的卫生就提上来了。 平时你搞靓丽了,然后学习也有信心。 扶贫先扶制,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健康卫生习惯,才能让这些乡村振兴未来的主力军们拥有更多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为之奋斗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收听。 、很厉害。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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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